首先感谢HTC邀请我们来讲这个主题 然后也感谢开发者这么早过来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可能已经加班写代码一大早过了 然后我们也是在做一些VR的游戏的内容 然后这几年也总结了一些经验 所以今天想借此机会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在多人游戏开发这一块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设计或者说是开发上面的 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学到了Unity 然后对这个东西是无法自拔 然后后来也是有幸加入到Unity上海这边 也是在Unity接触到了VR 左边这张照片就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 在玩这个DK-1这个设备 也有幸参与了一个游戏的开发 就是在2014年的ChallengeY的Unity展台的一个打僵尸的一个VR游戏 当时我做完之后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把我带回了当年玩NCS的这种感觉 所以也是因此吧 就是后来踏上了这个VR内容开发的这条路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吧 就是一直专注在VR内容开发上 然后也会坚持不懈地在这个VR内容开发这一条路上坚持走下去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些情况 就是我们也做了比较多的一些VR内容 储备了一些VR内容开发这方面的经验 然后内部呢也有比较完整的这个内容开发的这个流水线 我们也在自己在海外有人专门地去运营海外的这个内容 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啊 初始VR就是在2014年 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 也真正的意义上踏上了这个VR这条路 带着期待 一直到今天也不短了 然后15到16年期间呢 我们其实一直在做一些比较小的VR游戏 都不大 大概做了有一二十个 然后当时觉得可能17年的时候就不能再做了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得想一想就是什么样的这个产品啊 说是更有意义 所以17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单机游戏 就是偏大一些的 比如说当时就在demo一些快弹三国啊之类的这种产品 到了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在真正决定说去做多人的VR游戏 也是18年的时候开始demo 当然我们讲 就是说多人游戏 实际上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 比如说VR里面单机游戏的时候 这个玩家还是比较孤独的 然后我们通过多人游戏呢 能够加强用户的这个粘性 也更具有这个运营的价值 其次呢就是在技术开发这一块 通过一个多人游戏的不断迭代 我们可以积累更多的这方面的价值 然后我也觉得在未来 甚至当下啊 就是VR的用户数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多人游戏一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内容方向 然后这是我们早期调研的数据啊 这个1617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发现 其实多人游戏也慢慢的已经有一些 比较不错的同时在线了 然后其实多人游戏的这个内容开发这个量啊 每年的这个量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我们觉得竞争也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后来就定下来这个计划之后呢 也一直在执行 比如说我们19年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一键成名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当时我们觉得创意这一块也还可以 但是有很多坑踩完了就掉下去了 根本爬不上来 所以后来我们推出了hybo这个内容 把很多坑给避免了 包括我们也在思考一些其他的多人方向 也就是当前也在开发一些新的多人的VR游戏 简单介绍一下吧 就是hybo呢 其实是把这个运动啊 射箭啊 飞行去结合的这么一个 我们觉得很有创意的一个VR游戏吧 我们在这期间 比如说对于这个冷兵器 弓箭做了很多的这种迭代和模拟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移动方式上 也做了很多创新 我们称之为肌肉机翼式的这个飞行移动 等等吧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Unity展台上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 然后我们也已经上了这个国内的vipode 可以直接玩 然后我们在这个内容推进的过程当中啊 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思考的 简单来列举一些案例 因为是弓箭的游戏 所以早期的时候呢 要解决就是说弓箭如何取这个弓和取这个键的问题 所以最初我们在做的时候啊 是把这个键放在了这个身后 因为我们想模拟说你从身后 把这个键拿出来这个过程 然后搭到这个鞋上设置去 感觉VR有这个过程才不同于PC游戏嘛 但是我们发现做出来之后呢 体验还可以 仅仅限于对我们来说体验可以 玩家根本就很难学会这个过程 甚至教它也很困难 我们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在教程上 但这个我觉得已经脱离了当前对于用户的一个理解 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一件事 之前做从身后取键这个就失败了 然后呢我们干了什么事 我们把这个键直接生成在用户的手上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持键的这个手 永远有一只这个键 你只需要把键搭到弦上射出去就可以了 这个更简单了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后来发现说导致了什么问题 导致很多玩家他在射键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对抗 所以他很紧张 他不是在打靶 他很紧张 他一紧张他就是说 他键没搭到弦上 他就开始拉了 然后就有很多的误操作 还有呢就是说 你的这个持键的这个手啊 一直有个东西 一直有个键 导致你明明这个手 你想干些其他事 比如说 我想让他去在地上捡一个东西 我想让他去进行一些攀爬 都无法实现 所以说有利有弊 那大概经过了七八个月吧 我们突然想到了一个新的方式 就是把这个弓上面的这个键啊 直接放到了弦上 玩过《守望星风》 这个的玩家都说 这个半仗的这个键就是在弦上 然后他那个弓呢 键搭在一起 你在射击的时候 他就去拉 对吧 所以我们也是经过思考 就做了一些demo 结果发现这个体验很好 就是玩家呢 他只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把手放到弦上 拉扳机就可以了 误操作的概率很低 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操作 也是觉得当前对于弓箭来说 弓箭的体验来说 最好的一种设计了 然后呢 还有这个弓的切换 因为我们做对抗嘛 这不可能只有一把弓 所以说我们在弓的这个设计上呢 想了很多点子啊 比如说有的弓可以散射 有的弓可以加瞄准镜 有的弓可以射出一支箭之后 还可以连带的继续射出几支箭 就是把这些热兵器的特性啊 整合到了这个弓上 去做了一些创新 但是弓的切换怎么办 一开始我们说 你从身后 诶 左手去抠这边 拿出一支弓 抠这边又一支弓 就是当时就这么切换 我们觉得当时 也挺自然的 对吧 因为你弓就背在身后嘛 但是实际上呢 很难教他 而且他想去拿一个 比如说他想去拿一个 普通的一点弓 或者想去拿一个 狙击 在狙击镜的弓 那这个切换的过程 也很复杂 他不知道 诶 身后到底是哪一支弓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之后 我们说 干脆把它做在手柄上吧 其实很多游戏 包括设计游戏 也是这么做的 就是按住touchpad 弹出一个菜单 你去选 你去选 但这个过程呢 我们觉得 试下来 用户确实可以 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 不操作 尤其是你在战斗的时候 没有时间去思考 说我还要去 弄出菜单来 不像你说 你在键盘上面 你说一扣 一按某个按键 你就切换了 后来我们就经过一些 很多的demo吧 就做了一个 我们称之为 肌肉机式的 这个切换武器 切换装备的方式 就是当 当你的这个手 没有搭在鞋上的时候 你扣扳机 前面会出现一个菜单 然后呢 你扣住扳机 往一个 某个 这个是在加血 比如说往这个 雪的方向一拉 手上就出现了一个 这个止血针 你往上一扎 你想想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 无论是在你什么时候 比如说你在空中 飞的时候 或者你在肌肉 激烈战斗的时候 比如说你刚射出一支箭 我比较一切换 往上一插 非常顺畅 就是在激烈战斗的时候 也能够顺畅地 完成这些操作 我们觉得这也很好 这个操作体验 也一直保留到现在 而且最近发现一些游戏 已经在学习 我们这个设计了 图上面呢 是在切这个止血针 那实际上 切弓啊 切道具啊 都是这个操作 只是不同的手 然后在那个物品的实取上 因为我们最初这个游戏啊 做的是吃鸡模式 也就是说 场景里面有很多东西 你要去剪 那当然也会有箱子 这个箱子怎么剪呢 一开始我们没有放在 把物体放在地上 还是放在箱子里面 一开始说 你干脆用键 去设这个箱子上面的 一个目标物 比如说UI1 UI2 你设它 你就会获得这个东西 实际上我们发现 特别复杂 尤其是这个箱子 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法去设它 所以后来呢 我们感觉什么呢 干脆让这个UI啊 还是在箱子上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手笔去选 那我们发现这个操作 确实OK了 但是有很多玩家 我们觉得这个会造成什么呢 玩家觉得丢失了沉浸感 所以后来 我们把这个箱子上面的UI 直接做成了一个 相当于是按钮一样的 你去摸它 摸了一会儿就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拾取 但是还是不够自然 因为我们觉得 你每次开箱子都要等 后来就干脆 你直接拿个武器去砍好了 你拿箭去射也行 那把箱子打爆 你就可以去地上撕去了 那后来我们觉得 这个体验还是更好了 然后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呢 只考虑做弓 没有其他的武器 拿箭射就好了 对抗 但后来我们发现 实际上用户还是想要一个 额外的精湛武器 所以我们就做了刀 但当时也只是做了刀 结果发现有很多玩家 喜欢用这个武器 都不用弓了 就拿着刀就去砍 但是发现就是说 导致这个武器呢 平衡性也很难控制 而且有些人确实喜欢等命器 有些人确实喜欢弓 后来我们呢 针对这个武器做了一些调整 就是把所有的进战 包括这种双刀啊 或者说我们家的一些 这个大锤啊 都做了一些技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喜欢用这些 进战类武器的玩家 他有更多的额外体验 就以前做 以前玩这个 一见成名的老玩家 后来发现 海波上有这个技能之后呢 都非常的激动 然后我们在模式上 也做了很多迭代 因为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做的还是刺激模式 需要真人玩家 到一个大地图里面去玩 发现实际上很多新手玩家 对这个模式直接上来玩 是非常困难的 他们很难上手 所以我们后来改了一个模式 叫娱乐模式 就是一个很小的 让玩家直接进来就打 他也不需要思考什么 就身边的人都是 直接打就可以了 但这个模式造成的问题 更严重 就是无论是吃鸡 还是娱乐 所有的玩家之间都在打 关系非常的紧张 从这个游戏内到这个社区里面 都是一直很紧张 玩家之间就这种友谊 很难建立 所以后来我们就干脆说 做成这个团队的PVP 让一队人和一队人进行对抗 这样效果很好 就是玩家 有一组的玩家 基本上是能够保持这种友谊的 而且可以不断地一直地玩下去 这个模式也是我们刚刚才推出来再测试 然后除了设计这一块的一些案例的话 我们在这个开发的方面 也做了一些案例的分享 比如说因为VR的多人 实际上跟手机或者PVP多人 是极大区别 其实用户量是没有那么多的 而很多用户 他在选择一个多人游戏之后 但是因为时间有限 每天的时间有限 他不可能说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们把全球的玩家 都能够聚集到 不同的区域的房间里面 让他能够在一起玩 但在一起玩会造成一些 就是比如说我跟美国的玩家玩的时候 延迟的问题不能解决 所以我们当时发现 这个确实可以玩 但是你看到的别人 就像看幻灯片一样 根本跟不上 所以我们后来通过这种 在位置同步的时候 通过差值的方式 然后把这个人物的移动 通过预判的方式 来进行预判它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个移动 是一种 算是用其中的抓勾键 让你能够飞 那么抓勾键的飞行 实际上是可以预判 整个移动轨迹的 所以我们把整个移动轨迹 来进行同步 让整个移动 无论延迟是多少 基本上让你看起来非常的平顺 所以现在的版本 你即便跟日本 跟美国的玩家在一起玩 也不会有明显的卡顿感 所以说作为压多人 还是要考虑一下延迟的解决 然后呢一开始 我们做这个多人游戏的时候 遇到的明显的问题就是 我们需要照顾很多的平台 那照顾平台就是要发包 那每次更新版本的时候 就非常痛苦 要更新很多的包 所以呢我们在自己做了一个 Unity下的一个插件 其实也不复杂 就可以做一下 就是不同的平台 通过一键切换 包括平台里面的 这些参数啊设置啊 包括不同平台的SDK下的 这个角色的设置啊 一键切换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你快速的 去发布不同平台的包 我们现在发包就很happy 基本上点几下就结束了 然后是一个全球房间系统 那最初我们在做的时候 是没有考虑这个事儿了 导致就是说 有一些区的玩家 比较少的时候啊 根本就聚不到人 根本就聚不到人 所以最初呢 我们在改的时候呢 是把这个 这个同步的服务器之外 又加了一个 全球的一个房间 同步的一个服务器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聚集 到全球的一个房间信息 并且让它呢 能够随时随地的 看到每个房间 然后直接加入进去 那这样的话呢 很多新玩家一看 哇好多房间 直接进去就可以玩 然后关于平台优化 这一块 其实早上的时候已经 包括Parker上面 已经提到过了 平台有一些 包括Unity这边也提到了 就是针对 从引擎端 从平台的SDK端 都会提供很多的这个 优化的方式和方法 那我们要尽量地去用 然后呢 其次呢 我们在渲染层面 要做很多的优化 因为像我们 Hybo的话呢 主要针对移动端 比如说面数这一块 动静来合皮这一块 还有剔除 尤其是一些针对 比如说不在你的画面当中的 一些物体的 一些代码的进用 然后是运算这一块的优化 比如说我们目前用的是 这个风筒这个插件 那当然很多功能 我们也都进行了重写 比如说你的网络物品 那些刷新啊等等 这一块因为它会非常的好 尤其是在 比如说游戏开始的时候 所以说这块 建议是要重写 然后呢 因为我们是射箭嘛 所以箭的这个飞行 实际上 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你 你用这种 比如说散射弓啊 它能射出很多支箭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尽量地去 用数学的方式 去模拟整个 箭的 箭支的飞行啊 子弹也是一样 然后在机动的时候呢 再去加上这个物理 能够大幅地优化 这个CPU的这个消耗 然后对于人物这一块 实际上 IK在VR里面 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呢 是尽量地保留 它的上支头啊 手的这些IK的这个功能 把这个下支这一块 还是用动画去做融合 然后把这些不必要的 这些IK全部都剔除掉 游戏逻辑这一块呢 尽量就是说 减少每一帧 去执行所有的update 把update进行 这个错针的去运行 这样的话呢 会获得一个很好的 一个CPU的优化 然后其次呢 我们也是比较早的 拿到这个focus的开发机 再去进行试配 那这里呢 也有一些试配方面的技巧吧 就是首先第一条呢 其实用最新的VBS-GP的话 是可以跟这个Unity-Lexy的 这个下的这个VR的 这个方式去接合的 但实际上 去升级到XR Plugin的话 是推荐的一种做法 所以我们当前去试配的时候 是优先去升级了这个XR Plugin 然后呢 是输入方面 输入方面的话 就是我们有些代码 就列损了 包括按键啊 包括摇杆 包括手柄速度啊 包括那个按压的强度啊 这些的一些 从原有的SDK 到新SDK之间的迁移 然后呢 就是这个头盔的设定 头盔的设定实际上 也比较重要 你需要单一很简单 你去改一下这个 Origin的这个参数 然后去加一段代码 那就可以了 否则的话 你直接去Run的话呢 你的头可能直接就在地上了 即便你是站着的 然后Manifest这一块呢 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就是Loading这一块 所以真理也需要去改一下 然后呢 我们也发布以来 就Hybo的 从测试开始也获得了一些 数据吧 或者表现 我们在全平台已经有 大概十万家的一个下载量 然后也获得不少的评价和支持吧 目前海外也有社区 然后我们五月份 也登录了那个APP Lab 然后也有幸 我们加入了 Vibe的ISV的计划 也希望在更多平台上 包括HTC Vibe 上获得更多的机会 我的影响就到这里 那 在遇入了 我 看